我们中国有超过14亿的人口 但常用的姓氏只有几百个 并且在这几百个姓氏中 光是李、王、张、刘、陈五大姓氏 就占了将近4亿人 再加上中国人的姓名一般不超过三个字 因而同名同姓的人就特别多 本期节目 天成就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同名同姓的离奇故事 故事还要从一位名叫周刚的青年人说起 周刚今年20多岁 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这天他乘坐离乡的火车前往外地打工 在火车上 周刚被一位坐在自己对面的陌生男子吸引住了目光 男子看上去30多岁 气质沉着稳重 像是一名成功人士 此时陌生男子正在接听一个商务电话 从通话的内容可以听出 对方正在和客户洽谈一笔价值千万的生意 这让打工人周刚历时露出羡慕不已的表情 等到男子挂断电话后 周刚主动与其叛谈起来 希望对方能对自己的职业方向指点一二 男子见周刚老实诚恳 也就打开话匣子 跟他说起了自己一年前的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历 男子名叫王威 是四川梅州的一名小包工头 平时主要的赚钱门路 是从房产开发商手中 承接一些新建小区的绿化业务 这天 王威在工地巡查时 遇见了一位名叫老杨的同行 老杨也是一名小包工头 主要承接新小区的门窗安装业务 由于分包的是同一个工程的零散活 王威和老杨也就慢慢熟络起来 并且 老杨似乎对王威格外热情 这让王威气宽心又有些疑惑 就在王威和老杨说话间 一辆汽车驶入工地 从车上随即下来两个凶神恶煞版的讨债小混混 原来 王威为了垫付工程款 将家中唯一的房产抵押 从高利贷主磊哥手里借了一笔钱 这两个小混混正是零格的手下 王威兼债主派人找上门来 赶忙请求两个混混宽限自己一天时间 因为明天就是开发商结算工程款的时间 王威表示 自己只要一拿到钱 就会马上还清高利贷 哪知 两个小混混根本不相信王威的话 非要他今天还钱不可 双方一言不合 当场发生了争执 这时 车里又走下来另一个小混混 这货手里还拿着一把砍刀 显然是打算恐吓王威 旁边的老杨以为小混混真要砍人 奋勇冲上前 徒手抓住了对方的砍刀 老杨的手也因此被刀刃割伤 三名混混件真伤了人 立刻慌了手脚 紧忙扔了几句狠话 就匆匆去车逃离了现场 小混混们离开后 王威赶紧去车载着老杨 前往附近的医院包扎了伤口 回来的路上 老杨发现 自己刚才不小心 让王威穿着的白衬衫上 沾染了一些血迹 于是赶紧向王威道歉 王威自然不会将这种小事 放在心上 为了感谢老杨出手相助 他还主动邀请对方 去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 但老杨勤俭惯了 不想王威破费 没有答应去饭店 而是执意拉着王威 来到自己的出租屋 两人随后简单煮了一锅菜 配着散装白酒 有滋有味地边吃边喝起来 酒过三巡之后 王威再次对老杨表达了感谢 并声称 要给光棍一条的老杨 介绍个老伴 可老杨似乎另有心事 直接婉拒了王威的好意 紧接着 他拿出一张破旧的银行卡 请求王威帮个忙 将这张银行卡送去贵州 交给一个名字 同样叫王威的 二十多岁年轻小伙 并告诉对方 卡的密码就是他的生日 对于老杨的这个请求 王威感到极为困惑 如今的快递业务不仅快捷 而且安全可靠 老杨为何不直接将这种银行卡 快递给这个名叫王威的小伙呢 谁知 老杨却一脸严肃地表示 自己现在只相信王威 请他一定要帮帮自己 说着还拿出一达现金 说是给王威的酬劳 见老杨如此慎重 王威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没有收下现金 老杨见王威不肯收钱 便强行塞给他两盒茶叶当作酬谢 等到王威拎着茶叶醉醺醺的回到家中后 他发现老杨早将那达现金 偷偷塞进了茶叶罐里 王威点了点现金 成征两千块 看来老杨对委托自己办的事情非常看重 否则 勤俭节约的他 也不可能出这么多钱当作酬劳 王威为了让老杨安心 干脆收下了这笔钱 并将其交给自己的母亲当作生活费 然后又脱下身上沾染了血迹的白衬衫 垫在了自家狗窝里 第二天一大早 王威正准备前往工地去找开发商李总 结算工程款 结果还没动身 就接到女友打来的电话 王威的女友名叫小丽 在家银行当贵员 两人交往了两年多 但王威一直没提结婚的事 这让年龄越来越大的小丽十分不满 他此次打电话来 就是催促男友给个准信 因为他刚刚发现自己已经意外怀孕 王威得知这个消息 历史有些发懵 其实他也想早点跟小丽结婚 无奈现在欠着几十万高利贷 在还清这笔钱之前 两人根本没有能力筹办婚事 小丽一件男友仍旧采取拖延战术 忍不住与其大吵一架后 才挂断了电话 郁闷的王威随后来到工地 刚好看到开发商李总 从一辆豪车里走出来 于是赶忙上前拍了几具马屁 想让对方尽快给自己结算款项 哪知李总只是让王威先去办公室等着 自己要先去验房 心急如焚的王威 只得耐着性子来到李总的办公室等候 在这里 他无意中见到了李总的公司 给老杨的结款清单 老杨承包的门窗业务 总共收取了72万工程款 看来李总的公司资金相当充足 这让王威感到一丝宽慰 或许李总等一会儿回来 就会将款项全额支付给他 只要拿到这笔钱 不仅能还清高利贷 还可以马上向女友求婚 讲到这里 王威的情绪一阵兴奋 就在这时 李总完成验房回到了办公室 他告诉王威 自己公司最近资金周转困难 在结完老杨的工程款后 账上的余额就所剩无几 所以李总希望能过几个月 再给王威结算款项 说着他还拿出一万块钱现金 说是给王威应急之用 王威听了这话 差点瘫倒在地 不过看着李总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汤的德行 今天恐怕很难再要到钱 无奈之下 王威只得垂头丧气地告诉离开 结果他刚回到自己车上 就接到了高利贷债主 雷格的催债电话 挂断电话后 王威想到了老杨 老杨刚刚拿到了72万工程款 能不能让对方将这笔钱 借给自己应急呢 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老杨能够答应吗 王威纠结了一整天 也没好意思去跟老杨开口 当天晚上 李总在一家夜总会 举行聚会庆祝工程竣工 老杨和王威也收到了参会邀请 在驱车赶往夜总会的路上 王威刚好撞见 老杨正被一名陌生男子 按在路边殴打 老杨的脑袋都被打到受伤出血 王威慌忙下车 制止男子施暴 施暴者见有人来了 转身撒腿就跑 王威立即追了上去 但最终还是让对方逃之夭夭 因为天色太暗 他也没能看清施暴者的模样 等到王威转头回到事发地点 想要看看老杨的伤情时 谁知老杨也不见了踪影 由于老杨这个人平时节俭过头 连个手机也没有 王威只得驱车来到对方的出租房 但屋内并没有人 王威以为 受伤的老杨 可能会去附近的医院处理伤势 结果他一连转了好几家医院 也没能找到老杨 王威本打算 尽管开口向老杨借钱 如今老杨不知去向 怎么办呢 走投无路之下 王威想到了老杨 委托自己转交的那张银行卡 在纠结两久之后 他给银行客服打去了电话 谎称这张卡的主人是自己的父亲 但现在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忘记了密码 而家里又急需用钱 银行方面能不能先帮忙查一下 卡里的余额 银行客服很快告诉王威 这张卡里存有100万的活期存款 王威听后顿时心跳加快 如果能将这张卡里的钱取出来 就能暂时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 等到自己截到工程款后 再将钱还进卡里 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 问题是 怎样才能取出老杨卡里的存款呢 王威马上想到了自己 在银行当柜员的女友小丽 以及李总公司给老杨的截款清单 王威当时注意到 截款清单上 附有一张老杨的身份证复印件 而小丽就职的单位 刚好跟老杨这张卡的发行行 是同一家银行 或许 有了老杨的身份证复印件 就能让小丽帮忙 将卡里的钱取出来 讲到这里 王威再次驱车来到工地 先是从李总办公室里 偷出了老杨的身份证复印件 然后来到银行 找到女友小丽 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和想法如实相告 但却遭到了小丽的断然拒绝 私自提取他人存款 不仅违规 而其违法 小丽不敢相信 自己的男友竟然如此胆达王威 直接将其轰出了银行 抽钱无果的王威 只能硬着头皮 去找自己的债主磊哥 据说 磊哥眼线众多 或许能帮忙找到老杨 在见到磊哥后 王威向其谎称 老杨亏欠自己一大笔钱 如今不知所踪 只要能找到老杨收回欠款 他就能连本代息 还清磊哥借的高利贷 说着 王威还向磊哥出示了 老杨的身份证复印件 磊哥倒也痛快 立即吩咐手下人前去调查老杨 结果发现 老杨的身份证系伪造 不仅如此 磊哥的手下还查出 平日里老实巴交的老杨 实际上竟然是警方的通缉要犯 王威对此大为吃惊 一时之间没了主意 磊哥对其威胁一通之后 勒领他三日之内必须还钱 否则 就要将他抵押的房产 变卖抵债 告别磊哥之后 王威左思右想 最后决定去一趟贵州 找到那位跟自己 同名同姓的年轻小伙王威 只要问出这哥们的生日 就等于知道了老杨银行卡的密码 从而将卡里的钱先取出来救急 想到这里 王威回到家中 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 并对母亲黄称自己去外地出差几天 然后就寻着老杨给其留下的地址 驱车来到贵州的一个偏远村庄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 他并没有直接去找那位同名同姓的王威 而是买了一堆礼品 假冒成慈善人士 向村长打听到了不少消息 原来老杨原名叫王国富 是这个村的村民 他此前提到的年轻小伙王威 其实就是他的儿子 二十多年前 老杨因为一点点琐事 跟隔壁的一位男邻居发生争执 男邻居造谣老杨妻子偷人 并声称 其不满一岁的儿子是别人的野种 老杨在盛怒之下 用锄头意外砸死了男邻居 意识到闯了大祸之后 老杨便改名唤姓 开始了逃亡之旅 他的妻子不久就抛下儿子小王威 离开村子另投他人 村长见小王威孤苦无依 就做主将其送给一对 无法生育的夫妇抚养 但这对夫妇后来也离开了村里 村长并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如今时隔多年 村子里恐怕也没人知道王威具体是哪天生日 听完村长的讲述之后 王威倍感沮丧 当晚 他在附近的镇上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准备第二天返程回家后再想办法 领睡之前 王威给高利贷债主磊哥打去电话 想让对方再帮忙找找老杨的下落 结果发现 磊哥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就在王威感到疑惑之际 母亲突然给他打来电话 王威从母亲口中 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老杨死了 而他王威被警方列为了头号嫌疑人 警察刚才搜查了他的家 并带走了垫在狗窝里的那件 沾有老杨血迹的白衬衫 王威听了母亲的讲述后 整个人都彻底懵了 等愣经下来之后 他想到了电话处于关机状态的高利贷主 磊哥 王威怀疑 是磊哥找到了老杨 并向其必要三脚债 老杨根本不欠王威的钱 自然不可能还钱给磊哥 磊哥很可能因此失手打死了老杨 然后畏罪潜逃并关闭了手机通讯 但问题是 警方并不知道这些内情 而最近陷入财务困境的王威 不仅手里握有老杨的银行卡 穿过的白衬衫上还沾染了老杨的血迹 自然会被警方当成头号嫌疑人 很可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想到这里 王威恨不得真的跳进黄河一了百了 就在这时 窗外忽然响起有远及近的警笛声 王威马上意识到 警方应该是通过他的手机定位 找到了这里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王威本想束手就擒 然后跟警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想清楚 但转念一想 他又担心警方不相信自己 毕竟老杨已死无对证 而自己既有谋害老杨的动机 又有证据握在警方手里 届时失去人身自由 再想洗脱罪名可能难上加难 为此 王威当机立断 扔掉了手机 逃出旅馆 由于担心警方追踪到车牌号 他连自己的车子都没开走 王威的故事刚讲到这里 就被查票的乘务员打断 旁边听得入神的周刚 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因为他不知道 眼前的王威 会不会仍是在逃状态 好在乘务员看了一眼王威的车票 只是提醒他坐错了座位 不过车上目前空位较多 王威暂时坐在此处并不打紧 等到乘务员走后 王威继续向周刚讲起了后续的故事 在逃离旅馆后 王威找了一家洗浴中心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他找到一辆愿意跑长途的黑车 打算前往广西 然后从那里的边境偷渡到越南 先避避风头再说 哪知黑车司机载着王威行之半路 突然接到了家里的一个紧急电话 要他必须立即赶回家中 无奈之下 黑车司机只好跟王威商量 让其就地下车 并表示愿意将车费如数退回 但王威跑路心切 非要让司机将自己送到广西不可 司机见王威呼叫蛮缠 倒也简单 直接将其拖下车胖揍一顿 然后开着车央长而去 挨了一顿打的王威 先在附近找了家面馆填饱了肚子 接着借用一名路人的手机 给女友小丽打去电话 小丽此时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询问男友这两天跑哪去了 王威听到女友的声音 又想到自己即将要当爸爸 忍不住默默哭了起来 不过为了不让女友担心 她仍然没有将实情告诉小丽 挂断电话后 王威思虑再三 终于意识到 这样跑路根本不是办法 不如主动前往警局 配合警方将事情调查清楚 但在此之前 她想将开发商李总 欠着的工程款要回来 万一到时候警方无法还她的清白 她至少还能给女友小丽 和其肚里的孩子 留点生活费用 由于担心乘坐交通工具 会被警方当场抓获 王威干脆买了一辆自行车 和一套露营装备 经过多日的骑行和风餐露宿 最终从贵州回到了家乡四川梅州 回来之后 王威在去找李总 讨要工程款之前 先去了一趟高利带主 磊哥的办公室 想要证实一下自己此前的推测 然而 磊哥的办公室早就人去楼空 只有两名工人正在搬东西 两人告诉王威 磊哥前几日已被警方捉拿归案 像是犯了大案 王威顿感情况不妙 如果真的是磊哥杀死了老杨 那么就等于是他撒谎 间接害死了老杨 这样的话 他即便以后不负行事责任 恐怕余生也会遭到良心的谴责 想到这里 王威感到自己的人生已没有希望 现在 他唯一想做的事 就是找开发商李总 将工程款要回来 然后安顿好自己的女友和母亲 当天傍晚时分 王威带着一把水果刀 潜入李总办公室 在其胁迫下 李总只好打开保险柜 准备还钱 王威这才发现 保险柜里塞得满满当当 全是现金 看来 李总这货 根本不是资金周转困难 只是在故意拖欠工程款 气愤至极的王威刚要发怒 没想到李总居然抄起桌上的一支酒瓶 狠狠砸在了她的头上 好在王威的头够硬 只被砸出了一点皮外伤 盛怒之下 王威将李总抱揍了一顿 挨完打的李总 老老实实向王威 交代了拖欠工程款的原因 原来 这货以前追求过小丽 但遭到了拒绝 如今 见到小丽竟然跟财力 远不如自己的王威 谈婚论嫁 李总度火中伤 所以才故意拖欠王威的工程款 拿到工程款后 王威情绪复杂地离开了李总的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 她用公用电话给女友小丽打去电话 将其约到了一处荒郊野外 见面之后 王威将工程款全都交给了小丽 让她以后好好照顾肚子里的孩子 以及自己的母亲 并表示 自己现在就去警局自首 毕竟 如果不是她跟磊哥谎称老杨欠自己钱 磊哥也就不会杀害老杨 没想到 小丽听完王威的话 感到莫名其妙 她告诉王威 警方早就查清 老杨并不是死于他杀 而是跳河自杀 至于被抓的磊哥 只是因为涉黑和违法放高利贷 跟老杨之死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 这两起案件都上了本地的热搜新闻 王威最近几天 可能阴疲于奔命 手里又没有手机 所以才不知道相关资讯 反而自己脑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信息 王威在得知自己没有害死老杨后 不禁喜极而泣 随后 他认真祭拜了一下老杨 又将借用磊哥的钱 连门待息地还给了磊哥的妻子 事情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不过 王威心里还揣着两件事情 一是 老杨生前 托他交给同名王威的银行卡 还在他的手上 二是 他想不明白 老杨竟然已遣到二十多年 为什么现在突然自杀呢 这天晚上 王威在开车时突然想起 自己车上安装的行车记录仪 或许拍下了老杨遭人殴打时的录像 于是赶忙打开记录仪查看 里面确实存有老杨被打的片段 可惜由于角度问题 记录仪并没有拍下施暴者的正脸 只是依稀可辨 对方戴着一副眼镜 手里还拎着一罐茶叶 根据茶叶罐上的标识 王威很快找到了售卖茶叶的茶庄 他本想来茶庄碰碰运气 结果 这里戴眼镜的老板一见到他 撒腿就跑 王威立刻意识到 这祸就是当日殴打老杨的施暴者 于是急忙追上对方 并将其扭送进了警局 在警方的盘问下 茶庄老板终于坦白了一切 原来他就是当年 老杨失手打死的男邻居的儿子 大概是冤家路窄 几年前 邻居儿子意外撞见了 杀父仇人老杨 并开始不断想起勒索 当时的老杨已混成小包工头 无法丢下谋生的工作一走了之 但一次次的被勒索 加上多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已让老杨精疲力尽 心灰意冷 因而 他最终决定委托王威 将全部积蓄交给自己亲生儿子 然后选择了跳河自杀 王威的故事讲到这里 也就全部结束了 这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周刚 不禁好奇地追问王威 他究竟有没有找到老杨的儿子 也就是另一个王威呢 而另一个王威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王威没有直接回答周刚的问题 而是说了一句像是半开玩笑的话 另一个王威跟你很像 接着 王威又反问周刚 你觉得老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周刚想了想 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老杨虽然做错过事 但总体而言 还算是一位好父亲 听到这个回答 王威露出欣慰的表情 这时 火车停靠在中途站点 王威表示自己已到站 并跟周刚道别后下车 王威离开后 周刚突然发现 对方将一张破旧的银行卡 遗落在自己的座位上 短暂的恍惚之后 周刚仿佛想通了一切 露出如梦方形的表情 而另一边 走出站台的王威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养证明的复印件 上面的内容显示 老杨的儿子在被收养后 就被养父母改名叫周刚 正是刚才倾听王威讲故事的青年小伙 两人的这一次相遇 也不是偶然 而是王威寻觅许久的结果 他终于不负重托 完成了老杨的遗愿 本期的故事 来自于一部 极度冷门的国产小城问卷一篇 《同名男子》 讲述了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 命运交织的故事 没有特别激烈的剧情冲突 也没有刻意地反转 但却派出了人情百态和市井风情 其中有良心丧于困地 信用适于平家的悲哀 也有一诺千斤 千里不流行的豪迈 或许这就是属于我们普通人的传奇吧 我们忠习一生 都想做个好人 但时运不济 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着 能不能偷偷做一些 没有什么危害和后果的坏事 来帮自己渡过难关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大家觉得 还有哪些剧情比较优秀的 国产权一类电影值得解说 欢迎给我们留言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